大家好我在这里 结合到最新话好不好看傻了 难道修炼咬到嘴巴也会变强吗 杰克在本话里化身为一名热心的教育家 也许教育战场各路英雄 就差没说在座各位都是热射这种话了 通常说出这些话的不是主角就是会打Boss 杰克啊你不觉得你太优秀了吗 你这样可是会没朋友的啊 本话里没有武器 原本以为的兄弟之战 在本话里没有开打 却正只有杰克的表演 结合本话连载后半年轻转到5月 所以想要看到的兄弟之战 可要等上一段时间了 这中间还不考虑没有加息的情况 最坏的情况 或许要等到下半年了 在玩弄独自的方面 果然还是扮演友谊套 在弟弟刃牙下来后 杰克对刃牙表示 他可不是想要有刃牙而已 而是要把刃牙吃得干净 刃牙这下都无言了 喂喂这一点都不好笑啊 老哥你不会真的成为食人魔了吧 杰克要德川安排他与刃牙的比赛 德川请问刃牙的意见 刃牙表示 不认谁不认何时而定 我都没有拒绝的立场 要打就来吧 听到刃牙发言后 杰克露出了秘智的微笑 不要搞错了 我愚蠢的欧豆豆啊 我的对手不一定是你啊 今天我就来教育大家 我的有道为什么是神 首先是放下傲慢之罪的本部以上 杰克摆出不容的姿势 将所指向老英雄 被杰克指导的魔卫大叔 到现在还在迷迷糊糊 完全不明白自己的过错 不过他的表情淡定 已经做好接受杰克的教育 杰克的力量嘴一笑 对本部如此说道 本部以上 你也知道我之所以诞生 有你的功劳存在 但你不要得意 继续在板板无意上加油吧 不过为了表达我的谢意 我会亲自咬你一口 听完老师的感谢后 本部露出了巴叔式的微笑 老师谢谢你 我会加油的 杰克感谢他的教育 本部的确受到了 但杰克啊 你就不怕牙齿再掉光吗 杰克接着点名凯亚 凯亚 我这样很大来做做吧 杰克对凯亚表示 老兵相继的最终手段 并不是你的军事格斗术 杰克比了比自己的嘴 而是牙齿才对 这是伯鲁类最终武器 找到在太古时 自然借就给了我们的答案 杰克的这段发言 是要太过震撼了 没想到除了格斗以外 他还是位动物学家 这种说法虽然超前 当然符合扮演的科学 因此思想保守的凯亚 只能确心接受指导 不仅如此 就以旁边的本部 在听到这段发言后 直接震惊到胡子不见 这便是杰克的教育 杰克接着点名独步 余地独步表示无辜 余地独步 你的空手道化成全方位的提速 不管队人或是武器 甚至在多人战方面 都有一队的办法 但如果是我的咬到呢 你真的有办法对付吗 这道思辨题 让独步寸步难行 但按于他叛逆的个性 独步还是向杰克 表达自己的不满 哼 这么说 老师 你超用的吗 哎 如指不可叫也 杰克指导你都接受不了 难怪你只能整天制服 教育完独步后 杰克目光移到了课室 余地课室 哟 如果是你的话 没事 坐下吧 话说到一半怎么回事 克制对杰克老师的教育 无言以对 显然他不懂 留白也是一种教育 来到最后的学生 舍川 是我吗 是我吗 终于得到我了 秉持着敬老尊贤的精神 杰克对舍川的教育 主要以鼓励为主 杰克真的好温柔 舍川啊 我至今仍然灌不了 你那激进的味道 就算比起素肉 也毫不逊色 希望有机会的话 我能够再次品尝 从今以后 你就在奥斯卡上发挥吧 你的表演比会报长还好 是的 老师 我知道了 在教育王射算后 是该对所有的学生 进行一场课后总结了 杰克仰天朝旺 他对所有的学生缓缓说道 你们真的好逊 帅气漂亮 堂堂正正 就是你们最大的弱点 说到一半 杰克突然轻轻爆起 他打算来一波震撼教育 杰克怒吼道 只要能够获得胜利 就算你的难看都行 这边是你们最千奇的地方 这一点 就连我老爸也做不到 面对了这群顽固的学生 杰克教育是我能够成功 敬期待下午的念词道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我在这我们下期见